大家好,我是平安 这里是改善你生活中的细节和思维方式 来帮助你提升你的振动频率、能量磁场 充满的让你的运气更好、生活更顺的地方 欢迎来到平安就好 今天我做这期节目主要是为了回答一位粉丝朋友的留言 他问我在冥想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些什么 还有冥想它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作用 因为这个回答比较的长 我没有办法用文字全部打给他 所以我就想做一期专门的节目来回答这个问题 同时把这个话题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说到冥想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冥想 冥想它是一种对大脑的练习和训练 它既不是闭上眼睛发呆 也不是某种特殊的仪式 就好像我们的身体需要运动或者是健身一样 你的大脑也需要在繁杂的日常生活中的抽空 排除一下杂念或者是放松一会儿 通过这样有意识的调节和保持注意力 可以提升自己的身体、情绪与思维的感知能力 就可以放松身体舒缓压力、平静神经 可以改善你的睡眠质量、提高工作效率 更好的是管理情绪、学会和自己相处 目前很多人都知道冥想对于自己和生活的好处 所以很多人也尝试着去学习冥想 那我们就来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 在冥想的过程中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 还有它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作用 那其实冥想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但是至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的作用呢 要看你在冥想的时候的什么阶段 同时还要因个人的不同的状况去定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人世间 做一件事情 它跟你的因缘际会也是有关系的 当然了我们今天就不说的那么复杂 我们只是来说冥想的过程中有哪些是特别要注意的 今天我要来回答这位朋友的话题 是与我个人这么多年的冥想的经验 总结出来的分三个不同阶段 你必须注意的一些地方 那在我看来就是如果你在冥想的时候 要分初期、中期还有高级阶段 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冥想的初步阶段 必须注意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你最好每天都可以在同一个环境 在同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块的地方 或者在这个环境必须要周围没有太多的杂音 因为在你初步冥想的时候 你会经历很多回忆过去的一些心情不好的一些事情 会出现在你的画面或者是在你的情绪中 如果周围嘈杂 它就会让你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在初步阶段第二点要注意的 就是如果你开始冥想之后 你在初步阶段的你的思维会很活跃 你会回想起很多曾经压抑在你生活中的那种根深蒂固的 原生家庭出现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曾经让你悲伤、让你难过、让你焦躁的一些东西 情绪会出现在你的身体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你让这些情绪发泄出来 让它过去 当然了还有身体上的比如说你什么地方会疼痛 当你在冥想的初步阶段呢 这些疼痛会更加的厉害 症状会更加的明显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做的当然就是坚持冥想下去 有很多朋友呢 就会在这个初步阶段产生这两个东西的时候呢 它就会慌乱 然后就会停止 那你的情绪和你的身体状况都会卡在那个上面 然后你不再坚持这个冥想 你这个观就过不去 反而对你的身体呢 和你的情绪都会有影响 那当然了 说到底初步阶段就是不管发生什么 你仍然是要坚持冥想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说 当你到了第二步 就是当你到了终极阶段 比如说你冥想来有半年一载了 终极阶段的时候呢 你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 当你到了终极阶段的时候呢 因为你的情绪身体都已经开始跨越了那种矫躁的过程 你已经开始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感到安静 根据每一个人的因缘忌讳呢 有些人呢 就开始可以感触到一些不是我们三维空间的东西了 他可能就会看到一些很怪的形状 或者很怪的人 或者一些光 或者就是所谓的鬼怪神灵 那当然这个呢 我们没有办法预计 因为每一个人的这种前身和今身的修为不同呢 所以他所可以接触到的另一个空间呢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是因人而异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最主要做的就是要注意一点 每次当你冥想的时候呢 当然还是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 然后最好在同一个地方 不过呢 在你每次冥想的时候呢 如果条件允许呢 最好可以点一个蜡烛 不管是很小的一块蜡烛 或者是很大的每天点的蜡烛 最好要有一点点烛光 烛光呢 它可以驱散一些不好的东西 如果有些人不信 他可以看到鬼怪 烛光就可以帮你避开这样的一个点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说到冥想的第三阶段 你到了冥想的高阶段 就是说你已经坚持了好些年 然后呢 你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可以马上入境的这样的感觉 去冥想 当这个时候呢 你仍然是要注意两点 第一呢 就是仍然是要在安静的环境下面 因为当你很容易录定的时候呢 也许有时候你会灵魂出体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外面有一个很突然来临的声音呢 它就会让你身体受惊 那这个时候呢 当有声音打扰到你 很大的声音打扰到你的时候呢 你的灵魂会突然回到身体呢 你的身体没有准备好呢 它会让你的身体觉得力不重心 就是会觉得生病或者很累 第二点呢 就是当你到了高级阶段的时候呢 你基本上你很能够跟宇宙连为一体 那这个时候呢 你特别要注意的是 你想任何问题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能有负面的情绪 当你到了高级阶段的时候呢 你任何的一个思维的情绪发出去呢 就很快能和宇宙连接在一起 那宇宙呢 它是不能够分好和坏的 就像吸引力法则里面说的心想事成 冥想初级阶段中级阶段的人 未必能够心想事成 但是高级阶段的人 你一定可以心想事成 只是这个心想事成呢 你要特别特别注意 控制你的心绪和思绪 一定不能想到任何一个不好的概念 如果你想到任何不好的概念呢 它也会很快发生在你的身上 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的 关于冥想高级阶段的两个方面 好那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或者要和我一起来讨论的 可以给我留言 希望对提问的这个粉丝呢 有所帮助 也希望呢 可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一同来冥想 打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下回见